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使我们在这个美丽的星球上与你们每一个人更加亲密的方式交谈 我想谈谈我的灵性本质 以便我可以在你们的心中成为更多人的兄弟和伙伴 我还想说为什么我们不立即干预地球母亲的某些冲突 有许多理由使我们确信 你们将能够开始持久和真正的和平运动 此外 我还将讨论我们信息的扩散传播 以及那些没有我们能量特征的信息 这些信息可能会增加很多混乱和败坏我们的名声 巴斯塔是谁 很久很久以前 当你们的星球地球上还没有类人生物的时候 我已经在这里了 我们已经和你们在一起了 网上有很多关于我的资料信息 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他们如何看待我 是否接受我为他们的兄弟 完全是一个选择的问题 无论如何 我爱你 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切 我是一个天使般 自然的 健康的 爱好和平的存有 我的心中有三个充满精力充沛的音调在振动 蓝色 白色和金黄色 我是天使展迈克的生命之流 正如你们所知道的 如果你们能更清楚地认识我 或可以说我是你们意识里面的一束光 正如你们化身在行星上 你们是你们更高自我的一束光 我也是这个银河系装束中化身迈克的一束光 在这个象限中 我是你们自己本质的体现 瓦斯塔是谁 我的特殊使命是确保你们安全 和平地进入更高维度 当你的神圣DNA被重新激活时 确保你们的神圣天赋被恢复 而且 由于更高的力量 我们正在成功 因为你们这样选择 这使我们快乐 作为一个从一开始就知道你们人类轨迹的兄弟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已经取得了这样的进步 我们已经把第三次大灾难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实际上已经消灭了 对于许多仍在这种可能性中震动的人 我们请求 我们请求 停止维持这种战争和混乱的能量 通过这样做 他们自然会被引导到这个仍然盛行的世界中去 无论如何 我们也在向那里前进 在这里 在这个星球上 在我现在所谈到的时间线上 使用核武器将不再被允许 这一点以前已经说过 但我们再说一遍 我们将坚决而充满爱心地进行干预 防止这种行为发生 我们已经警告你们世界的领导人 拆除他们的蛋头 否则我们将自己动手拆除 我们得到了上级的许可 在你们的新闻中 向你们展示的大部分只是那些 总是想让你们恐惧的营销伎俩 你们的新闻节目中 许多所谓的引爆核武器或导弹的新闻 都是假的 而且没有力量 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吓唬你 当你与其对焦 你就给了他们力量 我作为你们最亲密的人 可以向你们保证 你们的世界现在正在受到我的舰队的良好保护 这支舰队是负责这个宇宙象限的更高实体托付给我的 正如你们所知 作为一个整体 我们长期以来一直保护着地球母亲 并以爱来守护她 作为宇宙秩序的巡警 这项任务不仅仅是我们的任务 便是你们所有人的任务 你们是我们在地球上的盟友 我再次向你们保证 你们要为你们世界上的事件负责 作为来自上面的使者 你们的任务是通过充满爱心和同情心的态度来维护和平与和谐 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在阿斯塔指挥部不单独从上面工作 你们上岸也是我们指挥部的延伸 因此 我亲爱的孩子们 请尊重你们作为最高光之传教士的职位 很多人把我比作指挥官 我想明确的是 我喜欢被称作 你们的一个兄弟 赋予我的职责确实是命令 但总的命令是所有与我一起为最高宇宙之爱服务的人心中的爱 所以 任何心中有爱的人都是指挥官 爱是一切事物的命令和行动 许多人可能不喜欢我的这些话 因为在他们的信仰中 他们认为自己不如某些他们认为的优越的人 我们之间没有这样的事情 亲爱的孩子们 我们总是把我们自己看作一个团队 领导者就是心中的爱 阿斯塔是谁? 主题 关于我为什么要待在你们的星球上 有很多争议 让我试着解释一下 这样你们的三维思维就能想象到了 立我所处的指挥职位赋予我在黑暗统治的世界中行动的权利 这种行动和与我合作的团队绝不能超出一定的范围 自由意志 我们从不侵犯他 我们尊重所有人的选择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注意到 你的自由意志不会被那些希望在你的世界里进行实验的实体侵犯 比如那些希望通过构成这些实体思想的振动 来超越被操纵者自身的授权所允许的实验 总有一条线决定他们能走多远 当这条线到达时 我们就到达了 有些在黑暗中工作的人尊重自由意志 但其他人则不尊重自由意志 我们的任务之一是防止 有些黑暗人员 违反你们的自由意志 然而 当他们为了决定为了爱而振动时 这种侵犯就不可能发生 除非他们留下不安全和恐惧的空白 在这种情况下 这意味着爱的光芒还没有完全扎根在你的心里 这就导致了你有时会经历的所谓的起起落落 二 你的行星上 地球正处于提升和即兴改变的阶段 地球母亲将像现在一样向更高的维度移动 脱拽着所有生活在她身上的生物界 这些变化不仅仅影响你们的星球 而且影响整个宇宙 在物质方面 总是有一些运动可以破坏那里所表现出来的物质完整性 我们的职能之一是确保那些身体健康的人不会受到影响 那些凭自己的自由意志 不应该经历没有经过他们的自由意志选择的情况的人 我们在这里使用自由意志 因为没有一个上帝的造物会在自身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产生困难 通过你们直接或间接地选择的情况 三我们也有责任确保在这个过渡过程中 不允许来自地球以外的任何实体破坏这个过程 有许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存有想打扰你 已经在等待机会 其中一些人希望直接交流交互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的 作为一个在进化过程中帮助世界的群体 我们对所有正在经历进化关键时刻的人都怀有爱和尊重 当我们有以下命令时 我们从不干预也不允许以下实体干预 相反的 负面 实体必须不通过下面的行 我们执行这些命令是为了实现更高的目标 我们热爱宇宙中的所有生命 当我们有机会把地球上 地球的另外一个名字上的一些居民带上我们的母船时 我们总是很高兴 我 阿斯塔 已经和你们星球上的许多人接触过 我已经尽我所能去做了 我被允许与更多的地球上的人类接触 像你们这样相信我们的兄弟 亮望天空 等待从我们这里发出来的信号 我们也在注视着你们 这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 我们希望像兄弟一样被平等对待 永远不会比你优越 我们心中的光和你期待的一样 没有什么不同 据说来自我们的任何信息 没有这种信息的痕迹 我们要求你们仔细重新评估 有些人有时试图模仿我们 这仍然是允许的 为了让你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辨别力 我们已经在其他信息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亲爱的人类存友们 因为你们的家庭不能有什么不同 我们爱你们中的每一个人 我们真的很想着陆 看着你们的眼睛 我们不是你们的救世主 而是你们的兄弟 几千年来 我们一直关注着你们的进步 并希望与你们交流 相信我们 我们经常下来 走在你们中间 所以你们还不能意识到 我们想摘下面纱 与你们紧紧地连接在一起 谁是真实的 有许多来自我的信 散布在你们的星球上 那些自称是我的信 许多只是使用我的名字 却没有包含我的话的文字 唯一知道是不是我在说话的方法 就是你把你内心的能量用来读或听那些话 或在我的信息中留下五条标准分析标准 以亲爱的人类 我们从不冒犯 或使用诋毁任何其他存有们的形象或不平衡事物的词语 我们的工作是团结一致 我们来自宇宙秩序 我们将永远强调这一点 二我们尊重你们星球上的每一个人 即使是那些在你们的进步中试图伤害你们的人 我们也很爱他们 没有区别 我们平等地尊重和爱每一个人 三在你们的心中体会到我们发出的光 因为这些光对你们来说总是很熟悉的 我们的信息会触动你们的心 因为他们听起来像是来自家人的信息 比如当一个亲戚在世界的另一边 在另一个国家 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给你 心灵因为接收而快乐 当你们阅读我们的信息时 要意识到你们是否有这种感觉 四我们的信息总是让你沐浴着希望 光明和爱感觉 并观察光进入你的眼睛 并通过你的脉轮传播光的密码 这种能量在我们的信息中被感知 如果你现在感觉不到深呼吸 从内心给予自己 五我们绝不会要求你放弃你的自由意志 我们绝不会煽动暴力和恐惧 我们不会贬低你 也不会贬低你的价值 你们是神圣的存有 你们将永远被这样对待 不管我们是否接受某些人的限制性信仰 我们都会尊重他们的自由意志来爱他们 记住 恐惧永远是黑暗势力最强大的工具 我们的信息无意煽动仇恨 暴富 破坏 士气低落 不合或任何其他此类情绪 我们是一个为伟大能量服务的团体 你们都是伟大能量的一部分 主宰一切的至高无上的能量 请相信我 除了用心灵来明辨 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知道一条信息的真相 我们希望在你们世界的某个特定地区展示我们的船只 像地球 地球的另外一个名字叫上 人民致意 我们能说的是 我们希望它在白天 在水面上 我们没有具体的日期可以给你们 因为那样 你们 就会产生一些期望 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会在爱中振动 它 船只 就会显化给你们 我们的目的是离你们更近一点 以便让你们对我们越来越熟悉 目前 你们各国政府的幕后有很多令人兴奋的事情 因为他们在是否披露我们的存在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僵局 这样的披露 旨在让人们为我们在地球上的大规模露面做好准备 直到我们确信我们不断努力的地球盟国已经解决了某些情况 使之成为可能之前 我们不会这样做 我们警告你们 对你们的所有威胁都受到我们团队的严密监视 我们正在不断确保使核弹头失效 我们的技术可以在眨眼间集中你们世界的核武器 我们可以在这个时候阻止任何对你们星球的直接威胁 因此 让你们的心与源头保持一致 全力以赴为所有人服务 让他们沐浴在光中 从而与我们保持一致 威胁我们到达你们的星球 以免引起巨大的轰动 对你们的威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反击 让你们的心与思想 在爱与光明中保持一致是你们的职责 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说 你们的震动就是你们的保证 我们强调这句话 说每一个危机你们和你们星球生命的危险 都会随着你们所做的每一个爱的姿态而消失 相信它 在你们的世界里 任何人与来自国外的负面势力勾结串通仪器的力量 都比不过你们来自心灵的力量强大 你们心中有爱 只有你们拥有将所有事物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并且有能力解决冲突的情况 如战争和战争的威胁 这些情况需要曝光 它们必须曝光 但是你们决定是继续 还是永久停止 灰尘暴露出来了 你们拿着扫帚看着它 你们打算怎么做 光之能量继续进入地球 地球另外一个名字叫上 正如我在之前的信息中提到的 你们正在经历一个非常特殊的时刻 这一时刻 总是需要更多的信念和决心 通过重新激活你们的DNA 你们被赋予了更多的力量 我们希望并相信你们会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总是充满活力地相互鼓励 打电话叫我们一声 我们就会到 现在就给我们打电话 你们会感觉到我们的存在 我们听从你们的指挥 永远相爱 事实也是如此 祝福你们的兄长 阿斯塔